国民党要团结啦 泛兰要团结才会赢啦 因为媒体人李艳秋呢就在讲 然后直接在脸书上分析 包括这个赖清德的民调支持度稳稳 落在35到40%之间 而且是在柯文哲参选的效应下 所以侯郭两人相加 勉强侯郭配喔 勉强赢过赖清德 所以国民党没什么选择 就这两个人整合之后 必须正负相配 向选民展现他们不计权位 下架民进党的最大决心 所以他说侯市长和郭董 互有短长目标相同 就一起走吧 我们带你来看到 其实这也是昨天这个 美岛电子报所做出来的 一个最新的调查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互比 就是他不是侯郭配 他是侯柯配好不好 直接给你来了 侯友余和柯文哲 46.6% 赢过了赖清德40.7% 所以赢了6%左右 那左燕刚好王世坚 尖哥来上我的节目 所以他就直接 有先对这个部分分析 那他说他的看法是 在9月之前 柯文哲一定会坚持要参选到底 而且他说柯文哲 现在就是反正代价而沽 他最怎么样 民调有维持到2成2这样子的 所以他说但是我再往上 你到了28%到30% 你会赢吗 还是会输啊 所以到9月之后呢 他就觉得柯文哲呢 会为他的政党设想 9月份会来个临门一脚 他可以把自己列为民众党不分区 就可以和国民党谈所谓的蓝白河 进入立法院 好那么是不是蓝银可以允诺他 让他成为立法院长 对未来国家政局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他认为有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后期的时候 柯文哲会这样做 那所以我昨天就给他看了 这份民调也整个出来了 他一说哎呦不幸被他言中 好但是不管就是 现在大家讲到侯科配 侯科配会不会是天方夜谭啊 可是不会到目前为止 真的只有这个组合能够 笃定赢过赖清德 当然不一定啊 因为他只做了侯科配 然后没有比如说 就是另外各式各样的组合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其他的组合 是不是也能够赢过赖清德嘛 那因为柯文哲的选票结构 跟国民党的选票结构又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两个人加起来 基本上他不管是配谁 我觉得都是往上加 而不是往下减 那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看民调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把民调当成是算 在算命 好像说今天这个民调 比方说这个赖清德35.4 然后侯友宜26.6 就觉得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 不是你往前看 看到曾经有一度呢 是侯友宜很明显的领先 这个赖清德39.9跟34.1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是民众党这个 柯文哲的最低点 好但往下看另外一张图呢 郭台铭也是在同个时间点上面 虽然他没有超过赖清德哦 但是他也是标起来哦 就是跟他是最近的一次 同样的时间点都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是在2022年的12月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选举 所以只要选举的时候 要选举的时候 让大家又觉得说 这个有一个气势在的时候 那个表态就会变多 所以其实实际上面我们最 就是说当蓝银我们可以假设成说 当蓝银团结在一起 然后蓝绿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概 彼此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拿到39.9 这是目前状况看起来最好的 也是39.9 这个不是不可能回去的 只要大家能够团结一行 是可以回到39.9 我们的这个高点 那当时的这个赖清德 他也只有34.1而已 那如果你要说呢 这个是民进党比较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再往前推几个月 就在2022年大选的时候 大概他也是37%左右而已 这个差3%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即使在柯文哲 有参战的情况之下 越到了选举 双方面的厮杀越激烈的时候 那整体的蓝银的团结会越强 那绿银也会越强 但是总体而言 因为民进党的执政表现不好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是推哪一个 是很有机会那击败 击败民进党候选人 尤其在即便撒卡都的状况下 都能够赢得 只是说为什么 我们常会拿三个人 跟两个人的民调做对比 你会发现说 好像三个人的时候 哇 蓝绿又更近了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2022年讨论了一整年 台北市长的选举 不也是如此吗 就是蒋万安跟陈时中的民调很接近 经常在误差范围里面 可是最后开出来是怎么样了 开出来是有蛮大的落差 那迪萨卡都就是黄珊珊的部分 也没有办法如他们所预期的 虽然他还是拿到了蛮高的票数 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他 作为关键的力量 去逆转整个选情 所以国民党要对自己的候选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 不要把我们的民调当成是 好像是算命 好像今天就要投票了 投出来结果就会是这样 要有一点信心 所以我觉得团结还是最重要的 不应该在现在连征召的人都还没有出来 就大家放话说 如果是谁我就不服选谁 我觉得不要这样想 今天是侯友宜就支持侯友宜 今天是郭台铭就支持郭台铭 那过去我们有 我有提过说 我们可能是在5月17号征召 然后呢征召最有可能的人选 目前了解的是说是侯友宜 那这个话呢 不管是侯正盈或是郭正盈 你们也不要太激动 因为其实大家私下了解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江湖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你要知道现状 你才能在最后一个礼拜 不管你是侯或是郭 去调整自己的行程 然后打仗的做法 让自己最有机会出现 然后也要已经要预作准备 如果不是你出现的话 你要怎么做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不要等到5月17号 被提的人这个新娘不是我之后才崩溃 不要不要这样子 就不管是侯或是郭都要做好一个事 没有出现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个准备 不要等到 即便是我认为提名侯友宜的机会比较高 但侯友宜方也要去思考 如果最后真的真的爆冷门 征召郭台铭 那侯友宜要做什么举动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至关 未来大家会怎么看侯友宜 或是怎么看郭台铭 就像是4年前初选没有赢 郭台铭就离开 那4年后他想要再选 他必须怎么样必须道歉 而且已经道得等于是第二次歉了 那如果他当时就没有离开 然后好好的一起来 共同支持国民党候选人 或许他今天不需要道这个歉 或许他的声势能够更高 或许他更有机会跟侯友宜去竞争 但是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更改 但我们可以决定 现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会建议两边的阵营 都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最后的新娘不是我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 共同的团结 为整个国民党以及为中华民国 继续留下一个后路 好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一点是呢 就是总统的事 势必会影响到立委的局 我们就来看到蓝绿的2024立委的部分 那尤其呢这个是 因为尤淑慧退选了港湖之后 难道要转战士林大同和王世坚组CP吗 这个是韩国瑜开玩笑 开玩笑的啦 他说因为大家都在说 韩国瑜这个是 你知道扶龙王的好朋友 那是不是有当这个 尤淑慧的军师给他指点指点 怎么样赢在王世坚呢 韩国瑜就说 有跟尤淑慧开玩笑建议说 向王世坚喊出 我选不赢你就嫁给你 尤淑慧说 他是要想让我放轻松啦 韩国瑜也有发现 我对士林大同一区 有点抗拒又有点紧张 党部没有局限我时间 但也希望能够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人 我就是一个后辈的角色 结果没想到韩国瑜说 像尖歌喊 选不赢你就嫁给你 高嘉瑜居然跟进 而且还补刀是不是 他说这个男人太狠了 大家知道王世坚很专情 一辈子可能只爱过老婆跟 点点点 他说他应该不会再误入歧途 好那可是呢 因为高嘉瑜他上节目有特别提到 现在我觉得他 他要担心的是自己吧 好不好 因为蓝营在港湖整合咯 绿营现在大绿小绿开丝 尤其吴欣代这个部分要挑战他 那高嘉瑜说 吴欣代在拉抬激进党的声势 过程中如果造成绿营分裂 恐怕会或流港湖区 希望党中央能够透过民调整合支持 最强的候选人 但是因为昨天刚好王世坚在节目上 我特别问到这个问题 王世坚他坦诚 他说确实 吴欣代本身很优秀 党内很多人支持他 他说这一局 高嘉瑜的最大对手 除了李艳秀之外就是吴欣代 人家有党也有提名 我们党还真的是束手无策 所以呢这是高嘉瑜最大的隐忧 他话讲得很明白啊 所以我在想说他是不是特别在报仇 这不过何志伟报仇是不是 为什么他特别提起王世坚的痛处 对不对 他差点只是没把这个汽车 跟相关的地点都讲出来而已 没看他之前还说 那个王世坚斩腰伏魔成功 对对对对 那好像把何志伟 他跟何志伟很熟欸 讲何志伟是腰还是魔魔 对所以我就说 高嘉瑜他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 在这种奇怪的点位上 开出一些感觉好像很可爱的玩笑 可是当事人听起来 可能真的没那么好笑 我不知道这个要混千歌 在我看来这其实确实是一个插针 但就像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嘛 就是说高嘉瑜你现在还有时间去管这个 这个游淑慧或者是说王世坚到底要跟谁选 是他自己是真的确实是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你从王世坚的表态其实也很清楚 就是说明明这个无心怠是激进党的人 可是他用党内来形容说 你看党内有很多人也是支持他 好像无心怠激进党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先前也讲过过去很奇怪 只有民进党把这个小党并吞的份 何况他是现任立委呢 高嘉瑜又不是艰困险区 而且他现在说人家有党提名 我们党也束手无策 他又束手无策 对没有错啊 所以基本上难道甚至束手无策 我看是很多人处心驱立 想要伸手去把高嘉瑜给弄掉吧 现在的问题跟状况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高嘉瑜自己得面对两个挑战 一个就是说 现在无心怠当然比较熄火了 但如果未来整个火力又在拉大的时候 不是提不提名的问题 就算你高嘉瑜最后真的被民进党提名了 无心怠在这个初选过程当中 把你拉扯到整个劳会劳价 那怎么办 对不对 他势必会产生撕裂的嘛 他每天都跟你讲独派 每天就跟你讲独派 最后民进党支持者 自然在港湖地区 就算最后是高嘉瑜出现 他还是会丧失掉那些票员 我觉得这才是高嘉瑜真正的隐忧 反而是游淑会有没有要去 跟王世坚决一死战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如果知道 韩市长的个性基本上 他向来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即便他有很多生事熟虑 可是他在当面的时候 都会跟你帕拉梁 什么叫帕拉梁 就是讲一些 可能不知道边际 比较有趣好笑的话 我那天在啊 对 我那天在街上 对 我说先不要 而且他的口气一定是那种 那种很奇怪的口气啊 没有啊 他怕 他当天是这样 他怕淑惠心情不好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 你要有这么大的气度 然后呢去整合 那心里一定会有点委屈 然后淑惠也说 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 所以他昨天也没有睡好 所以就是那个韩市长 就是为了要鼓励他 然后呢淑惠问他说 因为党的高层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考虑说去占这个 士林大同跟间隔站 他也问了这个韩市长意见 那韩市长就综合以上 就是包括要安慰他 包括给他一些paypal 然后就综合在一起讲说 你就跟他说 如果选不赢我就嫁给你 就是 所以有安慰他的成分在 有开玩笑的成分在 但也有提出一些 出谋划策的层面在 对所以 那出谋划策有特别讲到什么吗 没有他后来不是 没有他就讲 这句话我们都 我们当天听到都一直笑 那我们都 你们有注意到吗 我跟淑惠我们都没有人公开讲这个 是后来是韩市长自己讲了之后 我们才好意思讲 所以策略就是 嫁给王世坚 都选苏女 我就嫁给你 嫁给你 他说的他的意思 其实他的策略是说 去士林大同选 就好好的玩 好好的选 不要把他变成是一个 剑拔奴章 然后这个太 太严肃的一个选战 因为王世坚是有趣的人 所以你也用有趣的方式跟他一起选 对你是加分的 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 对所以后来是 韩市长去参加罗志强的活动的时候 自己公开把我们这段谈话讲出来 我们才敢引用 不然我们也不确定 也不敢说 这种话不能够引用 对那他讲了之后 我们就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 当天就很有趣的这个事 这是韩式幽默 韩式幽默 我们还是幽默 我们先